唐宝宝租屋一泊三折 不过要说这个社区是天龙社区 那么这样子公平吗 事实上这栋华夏的住户 他们跳出来澄清说 他们完全没有拒绝让唐宝宝乘租 甚至表示欢迎 其实回顾一年多前 癌童之家要进驻台北市金山南路 当时引起李明的抗争 他们担心会被传染 房价可能下跌 可是事后证明 房价反而增加一成 一瓶已经喊到八十几万 听到广委会拒绝让唐宝宝乘租 住户们面面相觑 只说没有这回事 一般正常人你看那么多唐宝宝 根本没有什么特殊的奇怪的问题 根本不需要大做文章 不需要另外做文章 什么天龙国 根本没有这种奇怪的想法 唐宝宝租屋一泊三折 来到大安区安河路这一栋滑下 好不容易找到适合场地却被拒绝 引来脸书上网友骂声连连 众户们被外界挂上天龙人称号 但事实上他们大多意见一致 表示欢迎 如果知道的话应该会支持吧 不会反对啦 因为这是好的事不是吗 我们没有关系 他们要查个好安全就OK啊 当初这件癌童自家在设立的时候 也引起当地的居民 以及里长的反弹 他们担心的是会影响房价 但事实证明经过了一年之后 金山南路二段这里的房价没有下跌 反而增加一成 当初北市警安里拒绝癌童进驻 里民连署号召天文宣 担心会被传染 引发争议 但是里民们担心的房价问题 以金山南路二段来说 现在中古物房价大约从 每平七十几万 喊到八十八顶一万 不见反增 到现在这样你们还会反对吗 不会啦 人家生病在那边 也没有什么嘛 其实住户只要多将心比心 就能避免再被批评 天龙国不知人间几苦 正新闻侯传领 吴宇轩台北采访报道